好了,回到你了,ROWP第一個 剩下的時間不多,那就講一下 近來這個星期,中港股的大牛市 今天就到頭跌下去 300點而已,明天繼續升,不用擔心 跌300點 因為過去那個weekend,或者頭兩天 四五千億的交投,很厲害 連續四個工作天,超過四千億的成交 反過來,今天的標譜,現在跌18點 今天就回了一點,主要就是 好了,但是 補充一下,上陣反而在升,上陣也升了 230點 上陣也升,反而港股跌了330點 好了,中港股票呢 我想相對於全環球股票來說 一定是非常大的驚喜 甚至乎花旗的亞太區資本市場主管 周維銘就說 現在中資股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了 雖然現在仍然維持低配 但是不會像之前那樣,被視為不可投資的類別 對中國市場的配置也有所回升 但是不知升多久 因為其實現在你說的基金計 如果你說歐美的基金,尤其是美國的基金 始終對香港港股那些是勒著勒著的 因為他怕投資到一些被制裁的一些企業 或者有相關的業務 因為有些上市公司都是被制裁的 美國有一個退休教師基金 就是因為這件事決定 把所有的中港股票 這個就是所謂地緣政治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 上個星期政治局也說明 要夠房子夠股 希望取回經濟上去 又說要放鎖一萬億,一萬億還未交 可能五千億之後又有五千億 陸續有來 就是無底線這樣 就是救這個股市 就是那個橋水基金的Dario 他也說現在中國似乎不惜一切 即是 whatever it takes 已經是完全是毫無底線 不惜一切去救股市 但是我們這樣 其實習近平已經遲了很多 而呢 他打算用一萬億下去 就蓋8萬億就蓋了 很好笑這件事 《華爾街日報》就說 習近平今次救市 中央這樣重罪救市 似曾相識 他所說的似曾相識 我都有差不多的想法 但我的似曾相識 跟《華爾街日報》的似曾相識不同 因為如果說似曾相識 我就會想起 2015年的 所謂惡意沽空 暴力救市 有惡意沽空之前就有暴力救市 是吧 但是之後你看到 有很多大春袋 賺了錢之後 突然間 市場就回了 有很多大型的基金 你記得沽空 然後就有所謂的公安 就進入證監裏面調查 究竟哪些人沽空 有什麼惡意 我記得好笑 那時候 就是NOW TV 也有些學者 引述一些學者 說 沽空這些事情 沒有善惡之分 那時候說 什麼 孟慶豐 就是公安部副部長 孟慶豐 親自領軍 還帶著電視台去拍 好像掃黃 去找中證監 有沒有人 惡意沽空 真是像 所謂180度 就是 招令直改 招令直改 的做法 就很似曾相識 就是清零 2022年底 當全世界都叫 快點解禁 再清零下去 很多生意搞不定 原本 之前一個月 看到習近平 還在死 雞餐睡覺 但是突然間 因為八字革命之後 突然間 就是180度反轉 就是 那時候的180度反轉 這個就是 政治的問題 政治體制的問題 一個人說 就可以 就是 有招令直改 的自信 催什麼 現在我說轉就轉 上個星期 習近平說 為什麼要重除救市 要止跌回運 是因為 他看到一些 突如其來的事情 突如其來的事情 是什麼 新狀況 新狀況 新狀況要你去救市 有什麼新狀況 如果你說 你講股 講樓 其實大陸的股市 和樓市 死了很久 沉了大半年 死了很久 如果不是 為什麼 你說 清島的公務員 真的要幫忙買樓才行 是不是 一層樓不夠 有錢 在銀行 誰查到你有錢 在銀行 不買樓的 就說你惡意不買樓 還要多一層樓 那些公務員 還要多一層樓 買來倒家 在我旁邊的街上 倒什麼價 沒有 買多一層樓 是不是有空 你吵架的時候 可以避難 總之是 為放樓而放樓 那大陸來說 那大陸 就好像是 買樓好像是多了 首先 如果你說 股市 現在股市熱了之後 熱潮 是先低股市 樓方面 就似乎沒有這麼快 恢復 信心 應該是 沒有沒有沒有 理論上就是這樣 但是 零一有報道 也都說 現在 因為 深圳 和上海那邊交投活躍的關係 多了人在深圳看樓 如果你說 舊樓市的招數來說 主要是大陸 上個星期 中證監三大巨頭 中證監和央行 三大巨頭 就是說 二套房可以是 15%首期 就是 鼓勵你買二套房 總之就是 在大陸真的有些招數出 甚至乎 在一線的城市 好像廣州這些 都解禁 沒有所謂外地人不准買樓 總之你喜歡買就買 現在一線城市都是 之前就是 那些二三線 好像惠州那些 就先開放的 但是現在 北上廣深都搞不定了 所以現在 如果有錢就可以來買 在大陸 樓市是有理由復甦的 因為他真的有十招 叫你去買樓 現在廣州厲害了很多 至少南沙區 好像是高鐵直通 好像是 嗯 梁振英不斷公布那裏 是啊 他就說現在 體盤量 猛增了200% 很厲害 這個就明白 起碼在上海的房地產 除了廣州之外 上海都很厲害 搞到那些 那些仲街 就忙到沒有時間吃飯 之前十五十六那些 現在都開始入市了 主要就是 其實你說在大陸期間 在國慶 真的是掀起一個樓市熱的 這個就是 但是香港這一邊 就 我暫時 我就是見到 就好像 吹得多 或者 Benson真 他這邊 他又拍了一些照片 就說在英網集團的門口那裏 就說很多人排隊 那是不是因為 他去看容祖兒 是吧 哈哈哈哈 因為 老實商人 就是上個禮拜 找容祖兒去看樓 我以為他去買樓 但其實是他自己的盤 主要就是 人龍就在這裏 大陸的盛況在香港未必見到 甚至乎 我聽《信報》說 其實你說過去這個禮拜 他交投的那些單位 其實都還是那些蝕本 就是那些蝕樣本來的 都還是 是有人買 是有人買的 但是呢 其實都是還未止蝕 那些人信 可能那些人還是怕七師傅應驗 就是有樓好買 你真是 是啊 有樓好買 但是在大陸就不同了 大陸就 現在主要的重罪在大陸發生 所以 但是香港來講 現在似乎暫時是靠趨 包括 《信報》這邊有說 其實都是尿的 說的 鼓的 例如趙國雄 就估計 趙國雄也好 中原也好 中原領先指數 不是 租金指數 現在開始講減食效應 就跟你計 一百三十八個樓 屋苑當中 已經有十八個樓盤 進升公樓便宜過租 比起之前 就已經增了四倍了 計數是這樣計的 你有沒有帶動買盤 現在買盤來計的話 我似乎就未見很活躍 香港就 有沒有 就算減息之後 都好像絲毫不動 現在香港的樓市都是 我想 有些交投 但是你未至於去止蝕 你未至於去見家鄉 大家都很審慎 最主要是講前景的問題 香港的其中一個支柱 就是航運物流 首先我們是講船的算數 甚至是講飛機 本土研究社也有講 香港的飛機空運的量 都只不過是講 1819年之前的 那一半是多一點 前景不明的環境下 沒有人會這麼容易 就扔錢去買樓 香港是這樣的 你主要是帶動了樓 其實在大陸的買盤 但你香港沒有 所以現在就有些文出 但是有些文 我現在看到 Yahoo財經那邊 都是講這些 其實很 不過這個是之前說的 但是我見近期很多人分享 你減息之後 人們在講 自住害怕是嗎 這個世界沒有自住不害怕的 因為其實你都是有財富效應的 如果你說 你那層樓 就算是自住也好 如果你升的話 你有權加案 你現在供回來的錢 其實可以借到錢的 其實你供一層樓 你供一層洩的樓 就等於公空氣 對 就是公空氣 或者白交租 白交租 就是這樣計 所以你香港 我現在暫時看到 我想可能看樓盤的人 多了 至少看新樓盤的人 多了 或者抽居屋 現在好像又抽居屋 今天又多了 但是似乎還沒有去到 帶動了香港樓市